大多数电子产品制造企业中 印制电路板的装配焊接是在流水作业的生产线上完成的 可以使用机器在印制电路板上插装元器件 但要求产品生产的批量很大 而品种相对单一 生产中小批量的电子产品 可以用人工流水作业 手工在印制电路板上进行元器件插装 电路板固定在传送装置上 保证进入焊接设备时 插装好的元器件的位置固定不变 采用引线式元器件的电路板 常用的焊接工艺分为两种 浸焊和波峰焊 先来看看浸焊机的工作方式 印制电路板首先通过装着注焊剂的容器 电泵使注焊剂成为喷涌的泡沫 均匀喷涂在印制电路板的焊接面上 现在把印制电路板的焊接面进入焊锡槽 并经过一个预定的时间离开焊锡槽 进焊时 焊锡槽是不动的 现在焊接过程结束 看看印制电路板的焊接面 许多不同的元件通过这样一次焊接过程 就实现了同时焊接 用手工进焊比用烙铁逐个点焊快得多 进焊的设备简单 价格比波峰焊机便宜很多 在一些生产廉价电子产品 或者产量不大的企业里使用 进焊的焊接效率高 但它也有缺点 进焊的时候 诸焊剂的气体和残渣不容易跑出焊点之外 容易产生加气加渣缺陷 如果气体和残渣出现在元件引线与焊锡之间 同引线这个部位可焊性差 没有粘上焊锡 就具备了原电池条件 造成电化学腐蚀 最后焊点会被腐蚀穿 对于面积大的印制电路板 进焊法的焊接质量就更差了 不仅焊点里面的杂质多 而且漏焊也比较严重 在浸润中 掌握电路板离开锡槽的时候 应该与焊锡的页面形成一定的角度 这样有利于注焊剂挥发 重复一遍焊接过程 由于焊接部位被加热 在挂锡表面形成了一个薄薄的氧化层 溶剂漫过焊接部位 清除掉氧化层 并部分气化 焊料能够在无氧化的焊接表面浸润 在不断焊接的过程中 由于注焊剂受热碳化 焊料氧化 产生不利于焊接的焊料残渣 焊料残渣的比重小 会漂浮在溶化的溪液表面 如果焊料残渣进入焊点 会降低焊点的强度 因此 应该经常清除液态焊料表层的残渣 经过浸焊之后的电路板 再经过剪腿及剪腿 就可以进入检测调试阶段了 判断电子产品能否正常工作 就要进行检验 统计数据表明 有些是元器件早期失效造成故障 有些因焊接不良造成故障 其中也有许多是由于电化学腐蚀 使连接脱焊 脱焊的部位大多在虚焊点上 有的焊点虽然从外形上看不出是虚焊点 但里面已经腐烂 这就是电化学腐蚀造成的脱焊 为了说明电化学腐蚀的原理 请看实验的示意图 容器里的液体是浓度极低的锡硫酸 左边一个电极是紫铜板 右边一个电极是焊锡 紫铜引线和焊锡是两个电极电位相差较大的金属 把电流表接在两个电极之间 电流表就产生只是电流 因为这个实验装置是一个化学原电池 焊点和引线夹缝中的助焊剂残渣 操作者手上的焊字 水汽就是电解质 这样的焊点就具备了电化学腐蚀的条件 受潮后 电解质导电的能力加强了 铅料是阳极 会失去电子 不断被腐蚀 最后造成脱汗 为了保证焊接质量 一般要求装配生产线上的工人戴手套操作 如果利用电泵把静止不动的焊锡溶液压成喷涌的焊锡波峰 它能在焊接时把助焊剂产生的气体和残渣冲洗掉 排除在焊点之外 这就弥补了手工浸焊的缺陷 也就是说使用波峰焊的工艺来焊接印制电路板 质量好 效率高 焊点的一致性也比较理想 与进焊不同 采用波峰焊时 印制电路板的整个焊接面并不同时接触焊料 电路板由导轨带动 按照一定的速度通过焊锡的波峰 注焊剂和焊料 只是在很短时间内浸湿印制电路板的焊接面 这是一条由一台高波峰焊机 一台捡腿机 和一台双波峰焊机组成的二次焊接流水线 电路板进入第一台高波峰焊机 高波峰焊机喷涌的吸波很高 允许原器件的引线从吸波里通过 它的作用是把原器件固定在机板上 第二台设备是捡腿机 电路板被导轨送进去 通过高速旋转的盘状切刀 切掉过长的引线 保留适当的焊点高度 焊点不能留得太多 残留的引线可能引起短路 保留焊点的高度也不要太低 因为这会降低焊点的强度 切过引线的电路板 再经过第三台设备 双波峰焊机 它能产生两个不同形态的焊锡波峰 可以避免原器件对焊锡的遮蔽效应 经过切割引线后的电路板 在其中再次进行焊接 焊接完成形成饱满的焊点 再次进行焊接